来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游以开 下午了,有点黑天了,是不是看得不太清楚 这期视频我跟来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兰花种好了之后,怎么套这个内网套啊 把这个网套套在那边 如果从这个外边挂的话,稍微的也不是丑啊 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 比如说我们这个兰花种好了之后 或者已经种过一段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加一个内网套的话 这个兰花是稍微要提一下根的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那个套内网套 大部分都是因为要铺面 铺面的话最好是与盆盐一起 或者高于盆盐,它才会美观一些 如果说与盆盐一起或者低于盆盐的话 第一,我们原有种的这个炉头 略深的话,把这个炉头都埋住 第二的话,铺得太浅了就不好看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要提一下这个炉头 如果说我们这个兰花已经种好了之后 我们想把这个炉头提起来的时候 拇指、食指捏住这个老苗的炉头 不要去摸心苗 心苗这个时候都是有雅典的 这个刚才我已经提一遍了 我们就把这个捏住这个老炉头 然后我们就拍盆壁 提到你想要种的那个高度 就是我们用手简单的比一下 这个手指与这个炉头和盆面是一起的 基本上就差不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铺了 因为我今天我没有自拍杆 我这边是一个放了一个凳子 所以我在这边巧作 不知道说话声音来有没有能听清楚 忘了套网套了 我们把这个网套从盆下 从盆下给它套上就行 套这个内网套啊 这个网套不用留的太长了 一般减个十来厘米就行了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铺完把它翻过来就行 我们铺成这样的时候 是稍微要晃一下盆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铺面的这个细小颗粒 与炉头啊 贴合的更紧密一些 我们这么随拍盆 这只手是不是压在这上面 这个往下的稍微用一点力气 把这个铺面压实一点 因为我用的这个是颗粒状的 所以它不会产生不透气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网套翻回来就可以了 我这个还是有点紧长了 还是稍微有点长 这样的话看上去 是不是整体不咋漂亮 这个铺薄了 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填一圈 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填一圈 这样的话我们就随时的调整一下 看看两边的高度啊 哪边多少 自己再调整一下 这个网套还是稍微有一点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剪着稍微修剪一下就行 修剪到你喜欢的那个大小 给来我们教一下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种好之后 做内网套就可以这样做 我之前跟篮友们铺面的时候也是一样 把这个网套套在外面了 就是直接把网套一解 然后就这样窝在这个盆面上 这样的话不太美观 没有什么别的毛病 就是不太美观 这样两盆一比较的话 就是比较明显 我们这样做一个内窝的网套 就是比较利于家里面欣赏 另外一个铺面呢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之前总有蓝友问我哪一种铺面最好 今天还有一个蓝友问我 用叶壳铺面可不可以 可以的 用叶壳铺面也没有问题 同样也是需要把它发酵一下 另外叶壳是需要拖延的 本来我今天还想再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云南那边蓝友是怎么铺面的 因为他们那边铺面一边 一般都是比较喜欢用那个水台 我找了半天 因为我之前有那个云南铺面的资料 没有找到 等我找到了 再跟蓝友们分享云南那边的蓝友是怎么铺面的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